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将通过重点 关键点 难点这三个点 帮助大家一看二抓三克服快速解读报告 并且精准地给出合理建议 首先一看重点 咱们各位拿到报告时先不用慌 冷静地找到基础代谢率和身体质量指数这两个重点指标 因为这两部分是反应肥胖最基本的参数 首先是基础代谢率 当我们的身体脂肪越来越多 肌肉越来越少时 基础代谢率便会下降 此时身体会进入一个越来越胖的恶性循环 有些朋友总纳闷 为什么感觉喝水都胖 明明用尽各种方法减肥 却依然年年减肥 年年肥 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因为 你的基础代谢率太低了 因为决定我们能量消耗最主要的便是基础代谢率 人通过基础代谢率所消耗的热量可以占到总热量的60%到75% 所以提升基础代谢率便意味着就算什么也不做的静息状态也更能容易燃烧脂肪 所以如果基础代谢率低于正常范围 我们可以通过有氧运动与无氧运动相结合 适量增肌训练以及适宜的营养素来帮助合成更多肌肉 提升肌肉含量 减少脂肪含量 最终达到提升基础代谢率的目的 当基础代谢率增高之后啊 就算您躺着也更容易比别人消耗更多的能量呢 重点指标之二是身体质量指数 又称BMI值或体重指数 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 以及健康状态的一个标准 具体的计算方法是以体重单位公斤除以身高单位米的平方 当我们分析一个人的体重对于不同高度人所带来的影响时 BMI值是一个中立而可靠的指标 通过BMI的计算 我们可以将成人的胖瘦程度分为四类 当BMI在18.5到24之间则为健康 BMI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 大于等于28为肥胖 小于18.5则为偏轻 BMI值也是最直观最简便的判断肥胖的数据 如果BMI超标那么是在提示我们可能是时候要开始减肥了 同时我们也要明确的是过轻过重和肥胖 这三种状态都是不利于健康的 不过想要更为科学的去了解身体的肥胖情况 光看BMI值也是不足够的 而是要结合接下来的其他指标一起来看 学完重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键点 关键点呢 包括四个对人体肥胖最关键的数据 分别是骨骼肌 体质量 内脏脂肪等级 以及腰臀壁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很多肥胖人群啊 都有骨骼肌含量不足的情况 其实人之所以能做出各种动作 全在于人体当中的这600多块的骨骼肌 因此也把骨骼肌称为 人体运动的发动肌 骨骼肌附着于骨骼 当这个指标低 首先说明平时肌肉运动啊 没有到位 骨骼肌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 其次作为肌肉的重要部分 当它降低 我们的基础代谢率 也会随之受影响而降低 此时啊 更难消耗更多的热量 所以我们要对骨骼肌加以提升 肌肉的主要成分呢 就是蛋白质 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可以促进肌肉的成长 进而促进基础代谢的提升 而且当蛋白质被消化时 消耗的热量啊 可是糖和脂肪的五到六倍之多 所以多多补充优质蛋白 不但能帮助我们增强骨骼肌 还能在不知不觉中帮助咱们消耗更多的热量 除了体重管理需要关注的骨骼肌之外 健康的身体也需要骨骼肌 有研究发现 肌肉量低标准与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相关 尤其是下肢肌肉量降低 则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会显著增加 因此对于糖耐量异常的人来说 坚持运动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 从而达到调整血糖浓度的作用 再来看看第二个关键点 是体脂量和体脂百分比 脂肪咱们都知道是导致肥胖的贵亏祸首 因此减肥的目标就是要减掉脂肪 对于肥胖的人群而言 体脂量是最明显的指标 它反映人体脂肪含量的多少 而体脂百分比也叫体脂率 一般情况下呢 体脂量和体脂百分比是成正比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体脂量超标 那么体脂百分比也会经常超标 当体脂量含量过高 它反映出的问题 可不单单是肥胖状态本身的问题 因为当身体内脏脂肪过多 肥胖呢会提示各种对于健康不利的风险 例如血压高啦 血脂高啦 血糖高啦等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所以体重管理最为核心的一步 就是减掉脂肪 通过努力在成功的管理体重之后啊 我们不仅会发现体脂量发生了变化 我们还会惊喜地发现在体脂量降低的过程中 我们的一些和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指标 也会发生积极的变化 可能有些朋友啊就会思考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这体脂率越低就越好呢 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提醒屏幕前的每一位伙伴 虽然一般认为啊 正常成年男士体脂率超过20% 女士体脂率超过28% 则为肥胖 咱们呢也都会努力地将体脂率依据性别的差异 降低至相应的正常范围之内 但是啊 这体脂率可并不是无下限的越低越好 从健康方面来看呢 比例合适的脂肪在一定程度 具有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 从身材的美感来看 体脂率过低反而会给人一种 看起来很干瘪 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就像屏幕上 不同体脂率阶段呈现的 不同身材的男女九宫格图片一样 如果要屏幕前的您 选出一张您认为最有美感的 想必大家也不会选择 体脂率过低的选项吧 当然 大家也千万别忽略了身体的肌肉量 冰箍是只有大块头的健美先生 身上才有肌肉的 肌肉可是人体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成分 包括四肢的骨骼肌 内脏器官的平滑肌和心肌 肌肉量可以间接地反映出 人体的健康程度 不仅如此 肌肉量越多 人体基础代谢率就会越大 身体呢也就越不容易发胖 所以想要身材好 肌肉少不了 但是啊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体脂和肌肉的比例也很重要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 他们的体重呢 都是70千克 身高也几乎一致 依次计算 BMI值也几乎等同 但是我们会发现 左边的这位男士 肉眼可见的更胖 而右边的这位男士 我们可能只会联想到健壮 而不是肥胖 是不是很神奇呢 其实这是因为 他们的身体成分中 体脂肪和肌肉量的比例是不同的 大家对于这张图片啊 一定不陌生 同样是五磅重 脂肪的体积是肌肉的三倍之多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 有时候不光看体重称数字 来去判断我们 是否真的瘦了 是不是真的减肥成功了 减肥的关键 不在于体重数字的下降 而应该是减脂 让体脂率啊更低 肌肉量更高 在我们看到的 大部分的婴包地的报告当中啊 肌肉脂肪的分型 大部分可以分为 C型和D型 C型可以简单地理解成 肌肉少脂肪多 而D型可以简单地理解成 肌肉多脂肪少 所以显而易见 C型多数为亚健康人群 而D型多数呢 是健康的健壮型 当然在实际的分析当中 我们还要结合体重来看 主要呢 有以下八种情况 来供大家参考 以下的这八种情况当中 每一张的情况 都值得我们去注意和调整 具体的分析如下 第一种是标准体重 强健型 这类报告人群呢 体重和体脂 均在标准范围之内 而且啊 肌肉量高 属于理想体型 运动员呢 大多数都拥有这种体型 可以继续地维持这种状态 但如果身体的脂肪太少 也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哦 第二种 标准体重 健康型 这类报告的人群 体重 肌肉量 和体脂肪 均处于标准范围之内 是理想的体型 增加肌肉量 会使我们达到 更理想的体型呢 第三种 标准体重 肥胖型 这类报告的人群 体重正常 肌肉量低 脂肪量高 这呀 是隐形肥胖的特点 也是目前 普遍存在的情况 代表 虽然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啊 这个肌肉量 和体脂肪 都是需要改善的 才能达到 更加健康的状态 第四种 超重 虚弱型 这类报告的人群 肌肉量标准 但是这个体重和体脂肪处于高标准 目前的肌肉相对比较虚弱 无法支撑我们的体重 针对这类人群 我们的健康建议是 保持肌肉量的同时 有必要的去减少体脂肪量 第五种 超重 强健型 这类人群的特点是 体重虽然重 但是肌肉量也多 所以并不是脂肪重 也不是肥胖 因此 无需减轻体重 第六种 超重 肥胖型 这类人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不可以因为有一定的肌肉量 而忽视体脂肪超高的情况 因为随着体脂肪的增加 这肌肉量承受人体体重的承载量 也会增加 所以在身体保持肌肉量的同时 也应该减少体脂肪的含量 第七种 低体重 虚弱型 这类人群的特点是 体重 肌肉量和体脂肪均处于低标准 身体类型较为虚弱 调整的关键是在进行适当饮食 改善运动计划的同时 还需要增加这类人群的体重基数 第八种 低体重 强健型 这类人群的特点是 低体重 高肌肉量 低体脂肪量 虽然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平衡的 但是体内脂肪含量过低 会加大荷尔蒙等基数分泌异常的风险呢 第三个不容忽视的关键点呢 是内脏脂肪等级 可能很多人比较重视身上的脂肪含量 体重等指标 而容易忽视位于报告右下方的内脏脂肪等级 这里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加以重视 因为啊 这减脂不光要减去身体表面的肉眼可见的皮下脂肪 更要减少身体内部的多余的内脏脂肪 因为往往威胁我们身体健康的就是这些个内脏脂肪 内脏脂肪等级的评估呢 是评估我们腹部内脏器官周围脂肪含量的重要指标 报告中的正常区间在1到9之间 如果指标超过标准区间 或者在区间内的临界高值 都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因为内脏脂肪会导致体内毒素难以正常排出 脂肪呢 就会堆积在像血管 心脏 肝脏等等这些地方 而影响内脏器官的健康 导致啊 器官机能下降 还会扰乱咱们的新陈代谢 降低免疫力 甚至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性疾病 如此一来 我们的身体状况还能健康吗 所以在我们简能看得见 摸得着的体表肥肉的同时 也要给咱们自己的内脏减减肥 清理清理血管多余的脂肪 保护心脏 肝脏等重要的内脏器官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减内脂的根本原因 第四个关键点是腰臀比 咱们都知道 在肥胖的种类中 中心性肥胖 也就是腐形肥胖 是最危险的一种肥胖 俗话说啊 这腰带越长 寿命越短 胖肚子其实会加重慢性疾病的发生 腐形肥胖人群呢 有很高的冠心病 高血压 以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风险 而咱们中国人 又是非常容易发生腐形肥胖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咱们身边的人 甚至是咱们自己 是不是正处于腰围不断变粗的阶段 在之前的学习 咱们也知道 男性腰围超过85厘米 女性超过80厘米 其实就属于腐形肥胖了 而在inbody报告中 腰臀比也是能够反映 您是否属于腐形肥胖的一个指标 当男性腰围比大于0.85 女性大于0.80 咱们就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更多时候 咱们管理体重不仅仅是为了美丽和友心 更是为了健康 接下来会和大家分享我们报告当中 经常遇到并且困扰大家的两个难点 第一个难点是身体水分 水分主要看的是身体总水分 和细胞外水分比率这两个部分 其中身体总水分是指细胞内外的水分总和 可以反映整个细胞的健康情况 当咱们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时 身体水分便会降低 所以当您发现报告中的这个指标 低于标准区间 那就说明我们要调整咱们的身体健康状态了 此外讲到这细胞啊 我们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 就是身体细胞量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 我们测出来的这个身体细胞量啊 就会在一个相对健康的范围之内 而当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健康状态不足的亚健康情况下 可能就会出现身体细胞量偏低的情况 而健身达人或者是身体营养状况比较好的人群 往往啊这个身体细胞量就会比较高 同时细胞外水分比率也是反映水分的指标 是指这细胞外的水分除以细胞总水分的值 所以当这个指标偏高 可能意味着营养不良 低肌肉型肥胖 九占九吨 如果是女性 也可能是因为您正处于生理期哦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相应数值的变化 当然有些运动员或者运动达人也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偏低 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肌肉细胞含有更多的水分 而细胞外的水分呢就会更少 因此运动达人的细胞外水分比率就会更低 此时您无需过度担心 如果想要改善我们的身体水分 除了要每天喝毒量的八杯水 针对不同原因将对应充足且均衡的营养素 也要去记得补充 因为啊咱们细胞的健康也能决定人的健康 当每一颗细胞的能量都满满当当 我们的状态也会更加健康 第二个难点是无积盐 无积盐其实对于组织和细胞的结构都很重要 例如钙 磷 鎂 大多呢分布在硬组织 如牙齿和骨骼中 钾元素呢大多分布在软组织 当无积盐含量低 这意味着我们身体的矿物质含量降低 而矿物质又是人体结构重要组成成分 并且参与了很多人体的重要代谢反应 所以当这个指标降低 也是一个身体健康状态不佳的信号 我们可以通过补充充足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进行改善和调节 帮助我们达到更加的健康状态 这里要特别提醒屏幕前经常运动的人群 需要特别注重无积盐的补充 因为运动油汗会带走身体大量的无积盐 所以运动后及时补充电解质 可以及时帮助我们恢复身体的平衡 经过以上的重点关键点难点的一一分析 还有一个温馨提示 那就是每一份报告后面都会有一个评分 这个评分是综合了您所有指标给出来的 及格分数是70分 当您的评分小于等于70分的时候 可能就意味着您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了 可能营养不良的瘦弱型 也可能是肥胖型 70到90分之间是相对合格的健康型 不过如果您刚刚合格 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平时的营养也应该开始加强 毕竟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 咱们的体质会越来越弱 因此也需要更多的营养关注 而大于90分则是强壮型 这一类人应该就是长期运动锻炼的运动达人了 可以继续保持哦 在这里也号召大家 当咱们拿到报告的时候 可以根据报告中关于脂肪 肌肉体重的增减建议 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的目标 然后呢行动起来 相信不久后您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了 同时要温馨地提醒大家 规范的操作可以使检测的结果更为准确 为了避免检测中误差的产生 我们要有如下的注意事项提醒大家 首先 Inbody是通过BIA生物电阻抗测量 测量时设备呢 电极片会发出安全微弱的弱电流流经人体 从而测算出人体的脂肪含量以及肌肉量 以下的这三种情况测量 可能会出现数据偏差的情况 咱们呀要学会避免 第一 以下的情况可能会引起测算的偏差 包括饭后或者大量进食饮水 运动后身体大量出汗 排便前或憋尿 穿袜子或湿脚 身体不适等情况 会发生水分异常 第二 用户信息设置出错 尤其是身高信息 如果输入错误将影响PMI 基础代谢率等数据的偏差 第三 上乘的时候 如果我们身着太重的衣物 或者带了过重的手势 也会直接导致体重数据的偏差 因此啊 在这里要建议大家 每天我们测量的时候呢 要保持在同一个时间段测量 建议在晨起排便后 用餐前进行测量 这个时候的身体呢 保持平静 空腹 舒适的状态 穿倾电的衣物 赤脚上乘测量 这样啊 得出来的数据 才会更加准确 学了这么多干货知识 了解了这么多武器装备 大家是不是迫不及待 跃跃欲试了呢 诶 别急 想要更好的管理体重 首先要设定一个 合理的体重管理目标 咱们啊可以结合 inbody报告 以及今天所学的知识 设定总目标 然后根据个体的目标难易情况啊 进行阶段性的小目标 很多人呢 可能会很心急 想要在短期之内啊 急速受身 但是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减重速度过快 不仅不利于减重后的长期维持 而且啊 体重的急需变化 还会对于健康有不良影响 因此 匀速平稳的减重 还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的减重状态 所以建议每周降低的体重呢 控制在0.5到1公斤左右 同时 适当地提高咱们的肌肉比例 使体重逐渐缓慢地 降低至我们的目标水平 这样啊 既健康又不担心反弹 快点带上你们的朋友 一起行动起来吧 拥有健康 从管理体重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